关于说谎的一些研究 我们对陌生人说谎的次数 要比对同事说谎的次数少 越熟的人越爱说谎 男性关于自己的谎言 比关于别人的谎言 多出了至少八倍 而女性说谎 则往往是为了保护他人 如果你们是一对夫妻 那么你对你的配偶 每交流十次就有一次在说谎 如果你们未婚 那么每交流三次就有一次在说谎 婴儿也会说谎 一岁的孩子会隐瞒事实 假哭 两岁的孩子会吓唬人 五岁的孩子会通过巴结获得好处 九岁的孩子会掩盖自己做的错事 而大学生跟母亲 每五次交流中就有一次是说谎 怎么才能做到撒谎的时候 不被人怀疑呢 诀窍就是撒谎的时候 要尽量多编造一些 对你来说不利和尴尬的细节 因为人的习惯性思维是 别人不会故意编造 让自己难堪的话 所以你的谎言当中夹杂一些让自己丢脸的细节 会让谎言变得更加容易被对方相信